今天天气特别好 现在我在莲马桥这附近 在旁边各大大使馆 今天就来试一家比较清淡的 清淡的餐 我今天想吃吃他们家的青花鱼套餐 青花鱼这玩意儿吃不好容易中毒 所以希望我今天不会中毒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酒醉 或者是胡言乱语 赶紧打120 确实还挺清淡的 这个是青花鱼的 好浓的鱼味儿 就说的好浓的鱼味儿 这青花鱼是属于北太平洋 中国、日本、朝鲜 俄罗斯都是量产的一种鱼类 就是青花鱼为什么叫青花鱼呢 是因为它这个鱼身上的花纹 就是有的时候呈现是蓝色的 然后又深浅不一的条纹 你看 所以就是会像青花鱼一样 青花鱼一样上面那个花纹一样 也重变出这种深青色吧 深蓝色 所以你就由此得名 叫青花鱼 它是特点 青花鱼的肉特别紧 特别特别紧实 所以它游动得也非常的快 长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吧 因为它肉是很紧实 所以它非常适合来炖或者烤 所以今天我们点这个 就叫盐烤青花鱼套餐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干是很有营养的 就是一般提炼那个鱼干油 就会用它的这个干 把它尝一下吧 它非常紧实 你看这个皮外皮很焦的 这个边缘很焦 然后这个鱼皮 给烤得好像是蛮脆的 可以蘸这个 这是柠檬汁或者是白萝卜 来调味 嗯 就是它那个有那个柠檬汁 还比较清爽 有点酸 然后调和了它那个腥味 它确实有一点点腥 嗯 嗯 这个就是吃肉质 挺好吃的 嗯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的肉和它的那个鱼皮 中间还有一点点油脂 就是让这个肉虽然很紧实 但是有一点点 有点肉冻的感觉 对对有点肉冻的口感 还不错 配这个 葱米串 大家今天都说我胖的呀 我在吃清湿 哇 这个葱米串好难找 吃少配一些小碗 这蘑菇吗 嗯 这小块做的挺好吃的 蘑菇有一种烟熏烤制的味道 挺好吃的 我还以为会没有味道 嗯 有味道有味道 配这个饭挺好吃的 这应该就是菠菜吧 哎 这菠菜蛮嫩的 就是 不会有辣丝的那种 很老的那种蔬菜的口感 是萝卜 应该是煮的大白萝卜 这应该是煮的大白萝卜 这是 海苔味的 海苔味的 应该里面用海带下去一起煮啊 所以萝卜吸了那个海带的那个 汁的味道 所以有点 嗯 还有一点甜 黑芝麻和这个很脆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脆米 香脆米 特别喝 干脆干脆的脆 嗯 你这个一不同的就是赵烧鸡 鸡嘴 我先展示一下 这个赵烧汁没有那么浓 比较清淡看着 是吧 半透明状的 然后它那个鸡 鸡肉也比较嫩 就是它是粉色的 我能尝一块吗 尝吧 谢谢 那就用我的筷子了 假装客气 你看这个是烤的 烤制的一看到 尝一下 不愧是招牌的 它的鸡皮非常好吃 会特别咸吧 什么味道 咸甜咸甜的照烧汁 然后鸡皮烤的就是接触于要脆了 很嫩之间 就是它鸡皮很嫩 不会有那种 嚼完了以后在嘴里边很黏 或者粘连的那种感觉 很嫩很弹牙 肉也比较嫩 招牌 你这好吃 这个环境和这个设计就是 日式或者是北欧的那种感觉 特别简约 很简约 墙都是灰辣机 菜单我蛮喜欢的 这各种像是吃草的 食草动物就可以来 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个套餐呢 就是三文鱼 魅增牛柳 石令 这应该就是那个茶头饭 这个是茄子 鰻鱼茄子 这鰻鱼烤鰻鱼茄子 可能也不错 然后还有如果就是想吃肉的话 有这个 猪男生毛豆 柚子和黑醋汁 就感觉就是像是 炼马桥附近的那些大使馆来临啊 什么的来回来吃的东西 但是确实挺清淡的 我觉得吃完了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负担 好 好啦我吃吧开始 开始吃吧 吃看 后来吃到我们吃糊 吃感觉 然后吃到我们吃了 我们吃火锅 烤鱼茄子 后来吃之前 轢这个肉 冲刷 到了 轢这个 admitt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